記錄社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大家好 我是楊寶依從一年級的學生 然後這是我學姐 邀請妳的 就是我們上次有一起來過 然後我今天早上有看到這一個資訊 然後很想來 本來我今天晚上有要練團 但是因為我們團一直去 所以我就來這邊 就是越告人家聽越有關 然後希望知道 大家好 我是楊寶 我是楊寶在學德校 然後我今天會來是因為 對讀音樂就是很好 其實是自己也有聽 所以我就覺得很想更了解一些 對 大家好 我今天來是因為想 了解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對T&M這方面沒有強勢 你不可以 那T&L還是4 大家好 我是楊榮 今天風甲電視系的學生 然後 我也有參加過一些演出的工作 但是不是音樂是戲劇類的 然後我有一點想要知道 就是什麼樣的都市文化 或什麼樣的都市型態跟政策 跟空間 跟一個都市純正性的發展 它自己文化的關係是什麼 大家好 我是楊寶今天來是因為想要更了解說 在內地的發言 因為音樂有什麼發言 嗨 大家好 我也是因為練團取消 所以剛好可以來聽 然後 所以大家有自一種 今天故意都取消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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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 音樂一直都是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吧 然後 就是我們禮拜天在塔達連戰 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我們高中熱影社 讚 謝謝 我是靜宜大學社工系的學生 然後 今天來的是 目的是 想要認識一下整個星期五 然後對這個總體也有興趣 所以就來 然後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我也是 他的同學 他的同學 靜宜社工系 然後 原本就是不知道這個 這個 哲學星期五是老師上課 社區工作老師上課的提到 陶板引導師 對對對 然後 現在有點緊張 頭腦目前沒有任何想法 謝謝 好 我也算是音樂工作者 我先生是更清楚的不常分先生 他在做音樂者 他在做那音樂者故具保持的 所以我想跟他從流行音樂者說 他們要怎麼做什麼 讚給我的話 大家好 我是中青大學的第17大演員長 然後就是我一直來從高中都還蠻常接觸到獨立音樂 然後又去過幾場 就是除了現場還有去過 不管是樂團的專場或者是樂團辦的音樂季 然後所以我對於獨立音樂就是還蠻多參與 就是這方面的活動 歷史系 對 那你覺得比如說現在我們要談獨立音樂歷史的考察 平常不太會接觸到這種 對 所以這個面向也是本來就自己有興趣的 可是因為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就是這個不是我們所謂系上會去 或者是所謂的學院的體系下會去接觸到的面向 所以這是我今天想來這裡的願意 好 謝謝 誒 大家好 我是世新大學新聞系的 不過已經畢業很久了 今天就是純粹就是慕名而來 然後就是想聽聽那個在地音樂工作者的歷史 可以嗎 想答應 大家好 我今天第一次來那個週五 那因為我之前都是長期在台北 那一直有在聽獨立音樂 可是比較早台北沒有換季 那就是這次也是過敏而來 然後想說了解一下就是台中目前的那個 地下音樂跟文化的那個整個環境 謝謝 謝謝 我是靜雲大學S風系的學生 然後也是因為在課程上 其實聽到老師是我的哲學徒師的 然後就對這個音樂 我覺得滿有興趣的 就是我來看 我是靜雲大學S風系的學生 然後就是老師跟我們做哲務 然後我們一期都跑來比較空 然後看這個主題就覺得還滿有趣的 所以就來聽聽看 好 靜雲大學S風系 可是今天有一組算排球隊來了 老師一直說我們大學要那個 什麼思考的能力 獨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就想說要來過來看 學生的事情 我到底是怎麼樣思考的 考考 我也很幸運大學的恭喜 然後就是 就是因為 老師 我知道 還在 然後主題的話 是因為 我真的就本身很喜歡音樂 是 然後平常每天都會填音樂 只是不會說 結束在電影 都是聽那種流氏音樂 所以也想來聽聽看 就是關於在電影院的一些東西 好 大家好我是冠儀 那個 Lab House可能 台北很多 都是不是談比較多 可是對台中的Lab House 都比較熟悉 所以想要了解一下 另外是那個 歷史想要了解一下 客董沒有叫做歷史 就是 談那個在電影公司 歷史的 也是滿有興趣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經驗 我是人本 當離職的員工 然後 已經有身負重任的來 對對對 等於是工商服務 對 我們歡迎大家來工商服務 就是 因為我常常在想 如果朋友來台中 我到底 應該怎麼剛剛介紹 台中這個城市 然後 就是 我剛剛介紹台中這個 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一個城市的偉大 不是因為它 那個 地板上插滿了很多高雄建築物 而是一個 有人文跟藝文 為理運 然後增加它的厚度 而成偉大的一個城市 要一個好的市民社會 才會有一個好的城市 對對對 所以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像今天的藝文活動 想要更了解這些 比如說 朋友下次來 我可以大家去聽一場 好的音樂的演奏 這樣子 那現在還有一個好的人文活動 就像我們這次 人本就是在四月三 就是人本在四月三 你知道有推出一個 就是 我們四月三是國際不打小孩日 然後 人本我們在當天 在市議會前面那個綠地 我們有舉辦的 闖公活動 跟牌子活動 好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來參與 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人本交易基金會 那個 不打小孩日 不打小孩日的活動 很有趣 有很多闖公活動 歡迎大家可以去參加 歡迎大家一起來幫忙 台字 好 那天你們闖公活動 有沒有音樂活動 欸 不知道 因為我早期是離職員工 好 沒關係 大家看一下他們活動 下一位 大家我是跟他一起來的 離職員工 我不是 你不是 朋友 對對對 然後你對這個議題 有現決賽 跟他一起來 好 我知道大家對這個議題 都有興趣 來多談一點 你們為什麼會有興趣 來 大家好 我是一修 我本身也是 中繼畢業台中的人 然後因為 中繼是什麼 台中 科技大學 台中科技大學 然後畢業很久 然後因為結束極硬設立 才輾轉 接觸到 男師駱鎖師跟哲學星期五的論壇 然後我要講的是 欸 有 有來聽哲學星期五跟沒有來聽哲學星期五的差別 就是 假設你在工作之餘 天堂下班之後很累很累 然後回到家就是看電視 然後看了一整天的這頓節目之後 欸 你腦袋中 有真正獲得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嗎 然後 你如果來這邊 聽哲學星期五 你有機會聽得到 很多很多 這個社會上發生的 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 多來聽幾次之後 開始 讓你開始會 不只是接觸到很多資訊 然後讓你的腦袋真正開始思考 所以 大家在聽完哲學星期五之後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喜歡去跟朋友下去推廣 例如說 像住在這附近的朋友推廣 我剛剛在後面 像是吃了一碗麵 然後就是像那個老闆 介紹這個地方 然後 我發現 欸 這附近可能很多店家 還不太了解這個地方是在幹什麼 我發覺這個資訊是有落差的 所以有來接觸跟沒有來接觸的資訊 所以有落差的 大家可以適合分享 謝謝 我先曾經 他不是我的走路說 我沒有發五百塊而已 這也不是教會做見證 大家好 我是台灣教育大學 台語系一年級的學生 那個 那個 在地音樂 其實我們 從國高中都有上過音樂課 並且我們 我們都有學過一些基本的 音樂的歷史 我也很想看今天的講師 能夠講出什麼樣的主題 好 謝謝 大家好 其實我是已經畢業四五年 然後我在外地讀大學 然後像去聽現場音樂這種習慣 也是在 就是讀大學的時候 開始有這個習慣 然後就是相較之下會發現 就是 台中比起說你看像台北 或是說像高雄來說 這種活動會比較沒有辦法那麼頻繁 或者是可能像如果說 有些樂團他們 場次有限的話 他們都會先習慣說 開在高雄或是台北這樣子 然後就是蠻想來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台中音樂這塊 就是有遇到些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說未來會怎樣發展 謝謝 其實我們台中音樂不差 只是沒有被人家看見而已 那我們現在直接讓大家來看見 謝謝 我是晉宜大學的社員 然後就是對這個主題 有很多人興趣 然後就來這裡 然後想了解更多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晉宜大學大成系的學生 然後有本就是有在接觸 指定音樂 然後我想要再更了解 指定音樂的歷史 謝謝 大家好我是來自晉宜大學 英文系的同學 然後我想要從 就是我是來這個 來這個折舞的議題 是因為我覺得 平常我們這一輩 可能都會知道Live House 然後Live House 或者是音樂機 對我們來說都是比較貼近的 所以我一開始看到標題的大 充胖叫Live House 那我想要更知道 就是台中 我們現在在就讀的這個城市 他的那個就是音樂環境的發展的脈絡 然後也想聽聽看 就是除了就是我生活周遭的人 是怎麼看Live House 跟就是POP這些東西 他們的看法 謝謝 大家好我是晉宜大學論音社的 然後我平常很喜歡聽獨立樂團 所以很想知道台中就是 Live House有點少 然後之後知道怎麼發展下去 然後知道有沒有困境或是簡單 大家好 我是文化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就是 主要是想要了解關於在地音樂 歷史這一塊的部分 然後最近書讀的有點多 所以來放鬆一下 太多都可以來這裡 大家好我是內地人 南投人 對這個知道了 然後 然後 我在台中求學一段時間 不過我現在 我現在也在 Takao 那我來 在打狗 就是現在來高雄 那沒有誰 我在那邊聽點就說 要考驗大家是有聽過產品 就對了 然後 然後 我這是第一次來台中的職務 是 之前在幫你看看過蠻多次 然後我現在 我在學的也是關於一些 藝文 沒有我念的是戲劇啊 剛好像有人 是不是對戲劇有吸取 我們講信主的 不好意思 然後 我的東西也跟 一些藝文的 在地化有關 然後 我想要聽一看 高雄跟台中 這兩個地方的 在地有什麼樣的不同 雖然他們其實有一份 聽起來就很重疊 他都跟 美軍的駐台有關 台中是空軍 然後高雄那邊是地區艦隊 那 有一份相同 但是又不太一樣 我對電話還蠻有興趣的 我是 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學生 今天就 趕快聽一下 再聽音樂 歷史 找詞詞 好 後來一概小 我的台語 台語系 是 哲學進行動動高中 三年級 然後 因為我對那個 Pub這個主題非常興趣 然後還要 平常我們一定都會聽 獨立音樂 對 謝謝 好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的學生 然後開戲的 我今天來就是想要 指導一下就是 Pub跟LivePulse的歷史 因為我其實都沒有去過 所以就是想要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的學生 然後 因為我對在地還有鼓勵音樂 沒有什麼感念 所以今天過來一起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學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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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的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的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 就 您看 今天的主題 謝謝 來 後面我們的志工 大家好 我是哲哲的志工 我叫凱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師傲 方版 這樣 大家好 我叫凱璇 我做湯 大家好 我是乃文 剛好在樓下做事 大家好 我也是進行大學社工系 社工系 然後 聽老師介紹 然後過來 好 謝謝 中國的朋友 歡迎 大家好 目前有三個身分 一個是 進行大學社工畢業校友 第二個是內地人 第三個也是進行熱營社的 幼齡社員 交叉食物 叫這個 等一下 目前的身分 就是第四個 目前的身分是一個社工 那 我很高興就是說 以上三個身分的朋友 都有在現場 好 歡迎 各位多交叉食物 然後 我也相信 音樂有 就是改變這個社會的力量 特別是音樂在傳達 這些議題的核心上 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譬如說 我們 想到 太陽花 運動就會想到 遼雨天光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 可以藉由音樂 去感受一下 這些議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Miles 台中任 然後 我最近正式開始 認識獨立音樂 應該從 台灣音樂文章協會的號位 然後 開始認識 那 自己從事的也是 相關類似的工作 那如果 對 動漫音樂 然後 戲劇 有一些 就是 台中 在地的 東西 想要多聊 我還可以再 再深入加油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亞洲大學 視覺傳感設計系的學生 我會來這裡是因為 電人跟我說可以 螞蟻來後 電人說可以 上來找 美女做 所以你本來是想要 除了今天來不一樣 結果不曉得 故障接傳的意思 有 我們是多聊 因為 議題很有趣 所以想要聽 我聽 然後 我也是 也是亞大 視傳神移 就是讀設計的 對 那我們真的是 舞打舞狀 上來 我們歡迎舞打舞狀 那還好 我有聽 蘇打綠 還有 就是 陳其生 還有張全音樂 所以我去聽過 蘇打綠 跟張全音唱會 所以 而且我們是學 就是設計 我們主要是針對人的視覺 對 然後音樂是用 聲音聽覺來傳達 一些概念 你也可以設計唱片封面 對 這是一個我們 可以互相交流的空間 謝謝 謝謝 所以有沒有人 沒有自我介紹到的 都講過話了對不對 所以都講了你們 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 那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會請這個 老諾 來跟他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那 再分享之後 我們再來做討論 那 在他分享之前呢 我其實想要講一下 為什麼今天要定這個主題 其實定這個主題 欸 我忘記 反正其實也是跟老諾 在視窗聊天這樣 聊一聊 不知道為什麼 就聊到這個 然後我就 他就提到說 其實台中的 這個 這個 這個Pub 是跟我們過去這個美軍的一些歷史是有一些關聯的 然後 從Pub裡面一直到現在的這些Live House 然後聽他講 我就覺得這很有趣 我們應該發成一個主題 那 所以我們就確定了今天這場的主題 其實 當然跟老諾 我要講一下這張很久不見的唱片 大家看到 這個 這個封面是誰 你知道嗎 翁山書基 現在都已經 是緬甸的這個什麼 部長 還是什麼 地下總統 至少 這個 但是當初我們其實跟老諾合作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獨立音樂人 我們當時在2009年的時候 我們就發行了這張亞洲第一張的 有亞洲的音樂人來支持那個翁山書基的唱片 其實在那個時候 其實在歐美的主流音樂圈 也有發行一張叫Fall the Lady 然後也是有一些主流音樂圈的人 比如說這個 Youtube 的Bono 然後還有一些像比如說艾輝爾大家有聽過嗎 所以這些音樂人他們發起了一張專輯來聲援翁山書基 要求緬甸政府來釋放他 那可是我們就覺得 那我們台灣 在世界上 我們其實雖然 我們當然不是一個聯合國的會員 但是我們其實 作為世界的成員之一 我們好像不應該缺席在世界的這個 人權的這個角落 尤其我們自取為自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我們又自取覺得說我們 我們很珍惜我們得之不易的這些自由 那我們如果透過我們自己台灣目前享有的 這些民主或自由來聲援其他國家需要 所以就剛剛有同學提到說 他希望可以透過藝文來改變這個社會 那我們不知道藝文可不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要透過我們自己所能做的 來介入這個社會 所以當時就包含像是主音樂團 然後董事長 然後像周翠希阿 周翠希公社阿 考秋琴阿 包含我們的想想的老闆 張瑞全阿 那農村文莊青年 這些很多台灣的獨立音樂圈的人 我們在2009年就製作了這一張 那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是這個 這個背後幕後的指示者之一 我是屬於這個台灣自由緬甸網絡的成員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緬甸議題很重要 需要被台灣人看到 甚至需要被整個世界的人看到 我們就發行這張專輯 那這張專輯其實去到東南亞各個地方 老實說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本來都沒有人認識台灣 可是我們就靠著這張專輯 這個叫 這個反正就很多人 就透過這張專輯認識到了台灣 然後原來台灣 這麼願意去聲援這樣一個弱勢的國家 好 那 所以其實我要講一下一個脈絡 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跟老諾的合作 已經非常長期非常久 包含在國際特色組織的時候 那老諾也協助我們 很多音樂上的一些幫忙 那所以 包含這個 包含像Freddy 因為Freddy以前是我們AI的這個理事長 所以其實一直到現在 我們即使哲學興趣我們還是覺得 音樂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媒介 所以也包含在 比如說我們剛設立在哲武第一年 我們也找Freddy 然後找大傢伙來彈獨立音樂 那我們也請張鐵志來分享有關於獨立音樂 也都曾經做過這些分享 那我們高興即使到今年 我們還是有一場主題可以來彈 有關音樂 而且我們這場的主題 是更在地性的 從台中開始來彈 我們自己台中在地的獨立樂文化這樣子 所以 希望大家來多支持我們台中 有更多不一樣的這種藝文 可以長出更好的一個果實這樣子 那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就交給老諾